好,那就是我刚刚早上有讲 就是我们下载资料的地方 我刚有录影的 我会顺便把它就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直接下载回去 那因为上YouTube的话 不一定会有高清可以看 高清的HD的可以看 要看我们就是 有没有再去编辑影像档 那所以如果各位需要的话 这边直接下载会比较清楚 好,那么接下来 就请各位 如果你要安装 在学校的话 如果你要用Squatch的话 请你到Squatch的官方网站 它有那个线上版跟离线版 那如果你看不懂英文 像学生看不懂英文 你就用Google Chrome 这边有翻译点一下 就可以直接翻译 就中文 好,然后那个 如果你要下载离线版 请你在HELP这边 帮帮我这里 点一下 然后在右边 这里有一个Offline Edit 这个翻译的有时候不是很好 好,Offline Edit 这个就是最新版的 第二版 这个是旧版的 1.4版的 所以你可以 我们现在尽量都用新版的 今年的比赛也规定用新版的 所以请你用新版的 然后这个下载回去安装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不想安装 你可以直接在官方网站 这里就有一个创建专案 Create 直接点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 直接开始使用 你就不用安装 那 这个是它的说明书 HELP的部分 那你有时候也可以自己看 好,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积木的字太小 这边有一个地球 如果你不想看中文的 这边可以选别的国家语言 我们的学生 有一个看日文的 有一个是看日文的 问他说 你上课不要搞怪好吗 他说 老师我在家都用日文打游戏 我有学日文 我看得懂 所以他那个code的ORG 他也是全部用日文过关 这个就 你就可以发现 小朋友会有很多特殊专长的部分 好 所以你就选到你的国家语言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字糊糊的太小 请你按住键盘的Shift 就是向上的那个Shift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地球 滑鼠点这个地球 点一下 它就会多一个 设定字形的大小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大概比13号大的字就蛮清楚了 你就可以自己点 它字就会变清楚变大 那如果是这个层次区的话 这里还可以放大缩小 如果你有很多层次 你还可以放大缩小 好 那待会呢 如果你要用线上版的 你就直接进官网 然后直接创建一个专案 那如果你要用离线版的 就直接在我们学校桌面上 这个Squatch 2 直接点两下打开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 然后离线版的 它如果有更新的话 它会问你要不要更新 我们这边不用更新 因为有还原软体 所以取消 那这边一样 一样如果你要字要放大 都是一样的方法 那请各位把你的Squatch 打开 请各位把你的Squatch 打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